我真的看到了吗?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说 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擦保养品 因为确实保养品有时候擦在脸上 刚开始你会觉得油油的或是黏黏的 然后在夏天你会觉得不太舒服 那有的人呢是因为怕花钱 因为觉得自己已经被骗很多次了 网络上看到的广告都很神奇 可是擦在自己的脸上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善 那有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 不管你是看片了所有台北市的皮肤科好了 你可能是有擦药的时候 好像觉得有点改善 可是停药之后你又再复发了 所以算了还不如这样自卑的过下去好了 那更有的人呢是因为觉得擦保养品很花时间 睡觉都来不及了 怎么有空每天在那边擦这些瓶瓶罐罐 那当然如果你的皮肤状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是可以选择偷懒不保养 但是如果你的皮肤已经有状况 连你自己都不想照镜子 或者是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是不想抬头看别人的 或者是不想跟人家四目交接的话呢 表示说你的皮肤的状况 其实已经在影响你的心理状态了 比如说你常常毛孔堵塞 粉刺多 然后痘痘一直长不停 这样子一直自我放弃下去的话 状况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善 而且甚至可能会更严重 毕竟一个好的皮肤的状态呢 不是说只有自己看起来舒服 跟你交往的所有的人 看起来也会觉得你特别的顺眼 所以对于人际关系或者是个人的自信 还是会造成一些大大小小的影响的 所以其实时间呢挤一挤就有啦 我们把滑手机的时间 顺便还是可以用一些在保养你自己的脸 然后稍微投资一下 当然你的做法是要正确的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觉得说 我的脸变亮了 我的人生好像也开始发光了 那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保养 这个我们日后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哦 请立刻上网搜寻粉刺达人艾莎古萨 免费线上保养咨询等着你哦